10月8号,有网友爆出杜纯与一美女,深夜从KTV出来后一路热聊,杜纯的天成色帽子,蓝色外套在加密彩裤,网友吐槽真的要被杜纯的这一身搭配给哭晕了。 照片中能清晰的看到杜纯与一女子在一起,身材销瘦,个子也不高,由于是夜晚并不能很清晰的看清楚女子的脸,杜纯与陌生女子在一起被拍到是写有的事,很多人说杜纯长的也不差,在娱乐圈的名气虽然一般但也还算可以,为什么就是一直单身呢? 曾经还有人物以为杜纯是同性恋吗?而这次被拍到不少网友还是开心的,这个角度看上去,两人的关系应该不只是普通朋友,人与人之间交往都会有一个安全距离的。 一般来说,只有关系很好的或者是情侣夫妻之间才能如此亲密。 据爆料,当天杜纯与改名女子从KTV离开后便一起上车,随后两人一同前往了杜纯所居住的小区,两人一前一后的离开了地下停车场。 由此看来杜纯与这名女子的关系只有八九是情侣了,也希望事实如此,毕竟杜纯也不是小男孩了,是时候该遇到一个人好好的在一起的。 而且千年伴郎专业护称号也应该摘掉了吧,其实杜纯在娱乐圈的人际关系还是不错的,为什么可以这么说? 从杜纯担任伴郎的次数就知道了,杜若熙好颜宽的婚礼有他,还有高云祥,李小璐和贾乃亮,王雷和李小萌等等,真的哪哪都有杜纯的身影,当了那么多年的伴郎了,如今终于有机会转正当新郎。 杜纯特样好好的把握机会啊,静后加一末。